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自己力气够食 那就照他说的 大厨房早些蒸上米饭和馒头 到饭点了 他自己过来取就行 回头啊 你们跟徐婆子说一声 不要因此误了给各房主子送饭 小如笑着硬想 将两人送至门口 等徐明威走远了 才艳羡地叹了一句 做杂货的一个月也才一钱银子 倒要让主子费无聊银子养着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徐明威新收了一个大丫头的事情 对谁也没说 反正碧桃的月历也是她自己贴的 并不要宫中多出一文钱 宛柔开始没留意 到后来才发现徐明威的小金库只用得平凡了 那时候她已经去了宫里 宛柔就想当然地以为姑娘和其他府上的小姐玩 花销自然要大 也没放在心上 当时她还在为姑娘进宫没带自己而暗自伤怀呢 大房这边云淡风轻 丫头们还能闲得下来学认字 二房里头这会儿却是焦头烂额 险些被来找济世对账的管事们给吵翻了天 贺兰世走得不巧 正好是在二十号对账之前离的家 她虽然也是抓着济世和济世如母交了半天 还把自己合算好的账本都一条一条地说给他们听了 当时济世和济世如母都听得好好的 也觉得自己都听明白了 可等贺兰世走了两天 福利馆采买的管事一来对账要钱 济世就被那些乱七八糟的采买名戏给绕晕了 半天没对上账 跟她如母两个人午饭都没心思吃 捏着算盘噼里啪啦地打了半天 不是算多了就是算少了 最后管事也是没法子了 钱下张某年某月收二房奶奶多少银子 这收的又是哪些钱一一写清楚了 才拿了银子走 既是收了条子 只等贺兰世回来再叫对 负责采买的两管事回头跟府里的管事一说嘴 人人都知道了二房奶奶是个大草包 心思正的还跟两管事一样 写清楚了条子交个回银子来 心思歪的却是趁机把账面做糊涂了 让记事越发算不清 回头再写条子 这含糊写上哪些条目却并不写金额 哄着记事多给了银子 也有心眼坏透了的 前脚写了条子 后脚趁着人多 二房的人没注意 便将那签了字的条子又顺回来了 过了几天又往二房里去对账 还真没人认出他来 这一来一回的 转手便白得了两百多两银子 有人多拿了 贺兰世留下的管家银子便不够用了 后头还有四五个管事没对账 既是看着小箱子里仅剩的两百五十两银子发愁 倒不是心疼银子 他是头疼这些账目 跟他如母两个算盘都快打烂了 账面上的数字就是死活对不上 既是也怕贺兰世回来嫌弃他不会管家 更怕底下的管事撇嘴议论他果然不如大房的手段 在回贺兰世询问家事的信时 对账目的事情只字不提 自己让房里的婆子开了嫁妆箱子 先填补了四百两银子进去 总算是应付过去了来交割的管事们 既是不知道的是 自己不会管家的名声早就在万院传开了 几个得了便宜的管事还巴不得主家晚些回来 好让既是多管家些时日 可比大房的奶奶贺兰世好门混多了 既是因为管家不顺 连带着看徐明媒都有些不顺眼 将她居在院中读书做功课 不准她去徐明媒那里穿门子 徐明媒看在她大肚子的份上 也不愿意惹她生气 老老实实地在自己院里写字练情 才三天的时间 就感觉整个人猛得都快要发眉长毛了 想想要等到大伯母回家 这接下去还有那么长的时间 顿觉人生无望 大房二房各自欢喜各自忧愁的时候 四房里头倒是一片死寂 自从上次徐明媒大闹过一场之后 情血局里头的气氛就一直很压抑 其实是早就看透了徐明媒 心灰意冷 如今只等着到了岁数 能放出去找个主子跟前得力的小私价了 反而比其他一心向着徐明媒的西春西晴等人 要来得平静从容 仍旧同往常一般待徐明媒 其他三个丫头这次却是真的伤心 尤其是西春 想他们担心一片喂着小主子 到头来落得个这样的香袋 多年相伴尽心服侍伺候的情分 还不如六两银子来得大 怎叫得底下的人不觉得唇寒迟冷 徐明兰自己还不觉得 照样跟房里的几个丫头说笑 心里早将红庆楼袭面那一段揭了过去 不晓得自己房里本该最与他亲近贴心的 便跟那世间貌合神力的夫妇一样 面上亲热 肚里早就离了心 再不肯为他多花一分精神呢 虽说这房里的丫头跟主子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丫头们的好坏都系在主子身上 可这冷了的心肠 却是不受理智控制 能重新热得起来的 情雪居里几个丫头 便有些出宫不出力的意思 不止像西云她们这些大丫头 连底下负责院子里洒扫的婆子们 这段时日以来都懒散了许多 照往常西春早就管教下去了 可因这红庆楼袭面一事 她也懒带管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就过去了 房里大人又都不在 徐明兰到底也只是半大个孩子 看不出这院子里众人做活的好坏来 等到粮食跟着徐老爷子他们清明祭祖回来 四房早就已经乱得不成样子 倒叫她好一顿气 发卖了不少丫头婆子 背地里都不知道将祭氏愿成什么样子 只顾着拍着捧着大房的 竟将四房的放在一边不管 任由下人们荒唐 从这一点上来说 徐明兰还是敬得了其母的真传的 自己房中出了问题 绝技不会从根源上查究起 反而要从外人身上找理由 总结起来也就一句话的意思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与自身无关 即使别说是过问一下四房的事情了 她自己那一笔烂账 都半个月结算不清 天天盼着徐老爷子他们早些回来 不然到四月的二十号 又是要对账的日子了 这回都已经赔了六百多两银子贴不进去 下回还指不定要赔多少呢 说济氏脑子笨吧 他的确是算不清账 管不清楚家 可后来几个管家们忽悠他 济氏心里还是有些感觉的 可惜他抓不出他们账本里的耗子洞 又不愿让管事们 用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瞧着 那便是隔着帘子都感受得到那种视线中满满的轻满之意 到最后也就只能自己吃了这个哑巴亏 用银子把面子给抹匀了 一次还好说 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可下个月要是还像这样 自己往宫中里头贴丝脊 即使便是出手再松 也忍不住肉疼起来 管家的这份影头他算是过足了 原来并不是自己原先想的那般威风 没有贺兰氏那点手段 光是这群管事都能把人生吞了去 不禁天天念叨起这一家老小回乡祭祖的 怎么还不见回来 祭祀的奶妈子知道他这念的到底是谁 知道他心里烦 可这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可操心不得 只能日日用软化宽慰了 就在二房热切盼望徐家老小回府的时候 没把贺兰氏给盼回来 宫里派的人到上门了 这次宫里来的是在大公主身边 伺候的刘嬷嬷 说是嬷嬷 其实看起来也不过是二十来岁的样子 只是宫中将这些到了年纪 又不曾放出宫去嫁人的宫女 一律都称之为嬷嬷罢了 既是这次还算靠谱 虽然宫里人来得比较突然 还是拿出了一家之主的架势 客气地将刘嬷嬷迎进了府 刘嬷嬷面上挂着笑说道 老奴受了娘娘的分派 来前就没提前让人到府上说一声 二太太可别嫌老奴来得冒昧啊 既是轻轻热热地拉了她的手 一点没将刘嬷嬷当下人看待 笑道 贵客临门 欢迎都来不及 可别再说什么冒昧的话来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猪客两人都欢喜笑了 既是让房里的下人忙着张罗茶点 刘嬷嬷笑着赞了一遍徐家用的好茶 又夸了一遍配的茶点地道 府上的厨娘手艺高超 这才转到了她此行来的真正目的 提出来要见一见府上 大房和四房入选半读的两位姑娘 既是猜她也是为了此事而来 早就使眼色 让下人到大房和四房通风报信 让徐明威和徐明兰穿戴好了剑客 有了济世的提前通知 徐明威和徐明兰两个倒是不慌不忙 有丫鬟们围着穿戴整齐了 一等济世房里的人来找 镇定自若地跟着到了二房 徐明威院子离得近 先到了也不着急进去 在二房外面等了一会儿 见西石陪着徐明兰过来了 扬起脸和她打了一声招呼 徐明兰爱笑不笑地扯了一下嘴角 也不搭理她 精直往里头走了 宛容心里不愤 见自家姑娘面上 仍是云淡风轻的样子 只好生生忍住了 低眉顺眼地跟着徐明威 一起进了二房的院子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古风言情小说 《我为正是》 作者Moke Angle 播讲陈仙士风 后期秋秋的秋天 第二十一集 宫里来人 夏 到了人前 徐明兰倒是做出了一副好姐姐的样子 拉着徐明威的手 一起朝济世和刘嬷嬷问了安 刘嬷嬷眼看向底下站着的两朵姐妹花 对济世夸道 人都说 许个老家的女儿不止模样生得好 教养上更是没得说 这今日一见 果真名不虚传 娘娘要是见了 必然欢喜 济世招手叫了两个女孩子上前 一手一个地拉到了身旁 好让刘嬷嬷能够就近细看一些 别的不说 对徐明威和徐明兰的样貌 她还是很有信心的 刘嬷嬷心里暗笑 这又不是皇帝选妃子 前头人说的果然没错 这济世到底是个商家出生的 缺了些底印 哪有官家女子 这样被一个下人 看着称精良的道理 徐明威在这些事情上 还有些懵懵懂懂的 徐明兰却是清楚得很 她被济世这样拉着 让刘嬷嬷打量 心里又气又羞 却又不敢得罪了大公主身前的人 只能将这脸战了 任刘嬷嬷上上下下地看 肚里早把不知进退的济世 给骂了个遍 刘嬷嬷也不为难徐明威 徐明兰姐妹俩 又夸了几遍 两人长得秀气灵巧 就让身边跟着的工人 将大公主给未来小伙伴 带的礼物给拿出来了 说是送给徐明威和徐明兰的礼物 却不是一样的 朝两人打开的锦盒里 放了一对玉如意 一只大公主亲手绣的荷包 徐明兰和徐明威 都看着那锦盒没说话 抬头一看刘嬷嬷 正笑意盈盈地看着他们两个 见他们都不拿锦盒里的东西 柔声解释道 大公主本来要亲手绣两只荷包的 做了一堆也就这只能看 其他的老奴问大公主要 大公主都不好意思给呢 都自己偷偷拆了 这荷包绣得不易 所以便是只有一只 大公主也执意要放上来 只好另外补了一对玉如意 两位小姐喜欢那样 便自己拿那样吧 听她这般说 本来想要伸手去拿玉如意的徐明兰 犹豫了 看了一眼刘嬷嬷 最终选了大公主亲自绣的荷包 说实话 那荷包绣得着实不怎么样 虽然上头还镶了几颗小巧的东珠 也掩盖不住 它是一个失败品的事实 徐明威见她选了荷包 便拿了剩下的那对玉如意 见徐明兰实在喜欢的样子 将得来的玉如意 分了一只给徐明兰 自己留了另一只 转身交给婉容收了起来 徐明兰本是想要那对玉如意 但是是徐明威给的 她就不是很想要了 当着客人的面 也不好推来推去的 只能憋气让西石收了 又朝徐明威道了一声谢 徐明威点点头没说什么 这事就算过去了 刘嬷嬷将两姐妹之间 那点官司都看在眼里 她也是宫里的老人了 什么场面没见过 徐明兰那点遮掩的表面功夫 还不够资格能瞒过她的眼睛 倒是大方的徐明威 为唐姐抢先显了礼物 也不在意 却又灵敏地 能够觉察出唐姐的心意 轻易地就将得来的东西 分了一半出去 也不心疼 如果说是小孩子家家的 不懂玉器 倒也不是 刘嬷嬷分明看见了 徐明威在第一眼看到 那对玉如意时 眼里闪过的光芒 这一对玉如意 还是皇后娘娘 特意开了自己的私库 找出来的 水头族又通透 难得的老坑玉料 经明家之手雕筑而成 用价值连城来说 也不为过 当时刘嬷嬷还觉得可惜 这么好的玉料雕建 拿去试徐家姑娘们的秉性 也太过浪费 再说小孩子也未必懂什么玉器 只怕是明珠暗头啊 娘娘却笑着回了一句 若是连这个都不认得 那也是个蠢材 不用费心安排在大公主身边了 刘嬷嬷市后一想 倒也是 徐家那样富贵的地方 女儿养到这般大 连东西好赖都分不出来 也真是辜负了 生在这样的人家了 本来也不值当 他们这般费心地 去试探考究徐家的两个姑娘 实在是外头有些风言风语 让宫里不得不警惕起来 济世虽然得了徐明梅的提醒 已经有意约束下人 不要到外头嚼舌根 四方秦雪鞠 叫红青楼袭面的事情 还是在外头传开了 京城也就这么点地方 才小半个月 徐明兰做的荒唐事 就传到了各个大家中 成了主母们 教育自己子女的反面教材 皇后娘娘听说了这事 虽说也有可能是外头讹传 但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 这才特意派了刘嬷嬷 过徐家来看看 徐明威和徐明兰 到底是什么样的性子 刘嬷嬷失探 两姐妹的目的已经达成 也不耐烦跟济世再过虚招 推说大公主跟前 少不了自己伺候 起身与济世告辞 济世这些日子里 好不容易抖了一会儿 大家长的威风 有些不舍得她走 却也不好拦着 让房里人包了一包银子 在刘嬷嬷出门的时候 递到了她袖子里 刘嬷嬷心里暗笑 这土财主果然吐得可以 哪有人这样塞银子的 拿银票藏在荷包里 假借着互赠荷包的名头 送了人 才是又文雅又上道啊 她嬷嬷颠了颠分量 差不多也有一二十两的样子 倒比别家太太出手阔处许多 可见这土财主 也是有土财主的好处的 今日跟嬷嬷一见 真是感觉亲切得很 仿佛早就认识了似的 但盼嬷嬷能看在今日 相识一场的缘分上 在宫中多照看些 明威明澜这两个孩子 若是有什么不懂事 做得不好的 嬷嬷呀 您尽管管教下去 不必客气 济世亲热地拉着她的手说道 二太太客气了 府上两位姑娘 这般乖巧懂事 哪有需要老奴管教的 宫里也不似二太太 想的那般严苛 还都是孩子 娘娘也舍不得师父们 对大公主教得太严了 大致上做得差不多就行了 师父们也都是 得了娘娘嘱咐的 心中有数 二太太尽管放心 刘嬷嬷安慰道 即使心想 面上该做的也都做了 只好依依不舍地 将刘嬷嬷给送走了 回头无限惆怅地 在房里待坐着 要不是自家男人不争气 这往宫里送的 就轮不到四方的徐明兰了 徐明梅正好跟着乳母 心裁了一件弟弟的小衣 兴高采烈地拿了衣服过来 跟济世邀功 却不想济世 一看到她 就将她披头盖脸地 骂了一顿 说什么有时间 做这些针线活 怎不见她在写字上 有些长进 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徐明梅满腔热情 被济世这一大盆冷水泼下来 浇了个透心凉 扔了小衣就往外头跑 也不管济世 不准她出二房院子了 一溜烟地 跑到了徐明威的明月居里 进门还没说话呢 就抱着徐明威 嚎啕大哭了起来 倒把一屋子的人 都给吓着了 徐明威见她哭得伤心 索性不动 任徐明梅 抱着哭痛快了 抽抽烟烟地止住了眼泪 才让婉婷去端了一脸盆热水 与她洗干净了脸 重新调了面脂擦了 这事怎么了 哭这么厉害 谁欺负你了 徐明威问道 徐明梅哭过之后 已经好了很多 刚刚也就是一阵子的委屈 发泄出来了就好了 毕竟是自己房里的事情 再说 也没对着姐妹 说自己母亲的道理 面对徐明威的问话 她只能笑着摇了摇头 她不说 徐明威反而明白了 叹了口气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心 二婶婶这样重男轻女 在天启反而是极为正常的 父母打骂孩子 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穷人家的孩子 还能给口饭吃就算不错了 像他们这样 生在富贵乡的 已经是幸运太多 不被父母看重 能算什么委屈 拿这个跟人诉苦 都要被人嫌矫情 不想再提这个话头 徐明威善笑了一声道 有好些时日 没来亲妹妹院子里玩了 可有什么新鲜事 她也不提自己 是为着什么 这么久没来明月居 徐明威也默契地没有问 两人小半月没见了 却仿佛昨日刚见过一般 毫无隔阂 徐明威看看时间 也差不多是饭点了 嘱咐了婉容等人不要跟着 拉起徐明威的手 就往外走 还神神秘秘地朝她一笑 我带姐姐去看个稀奇事 毕桃刚从大厨房那边 领了饭菜回来 一进院子 就听王嬷嬷说 七姑娘带着六姑娘 来找自己了 连忙扛着午饭 就一路小跑着过去 把第一次见她的徐明威 吓了一跳 也难怪她意外 徐明威拉她出了明月居 说是有稀奇的东西 要给她看 徐明威还以为 是她心得了什么古怪玩意儿 万万没有想到 她是带着自己 来看一个小丫头 扶一打照面 这小丫头 还是一手一只 大饭筒的架势 怎能不吃惊 新妹妹 这是 徐明威迟疑地问道 两只眼睛滴溜溜地 往那两个小饭筒上打量 这里面 不会真的都是饭吧 她眼神又往 毕桃身上看 平平长长的一个小丫头 此刻因为一路着急跑回来 脸上还泛着蜜桃色的红韵 显得十分精神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古风言情小说 《我为正事》 作者Moke Angle 播讲陈轩士风 后期秋秋的秋天 徐明威笑着回看她一眼 并不打算替她解疑 只转头对碧桃问道 大厨房这几日 可按时做了你的饭菜 碧桃被徐明媒看得害羞 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说道 谢谢姑娘 奴婢这几日在家里 吃得好住得好的 小如姐姐她们 也都很照顾我 每次去饭菜 都是早就准备好的 大厨房其他人 可曾为难你 碧桃摇摇头困惑道 为难都没有 第一次去大厨房 拿饭菜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徐妈妈 奴婢还怕她 会责骂小如姐姐她们 没想到徐妈妈 对奴婢可好了 大灶上剩下的 梅干扣肉什么的 都会给奴婢带回来吃 姑娘这几天 都没有到外面来 奴婢也不敢到 内院去找您 徐妈妈给的饭菜 奴婢吃是吃了的 可只要姑娘一句话 奴婢下次就是饿死 也不吃她给的东西 眼里分明还是馋的 徐明媚也不说破 直到 管她大厨房的给什么 你只管接着吃就是了 我给过银子的 碧桃一听这个 便开心了起来 说实话 她还真舍不得徐婆子 给她额外加的肉菜 一想起昨天中午 那一小碗梅干菜扣肉 肉熬得入口即化 碧桃都舍不得 一口气吃完了 先将那油汪汪的 酱红色汤汁拌了饭 一口气吃了两碗饭 才舍得拿肉配了白米饭 细嚼慢咽地吃了 那滋味足以让她怀念一辈子 那姑娘找奴婢 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吗 她天天吃着徐明媚的 干的还是原来打扫的杂火 心里隐隐有一种 占了主家便宜的不安感 巴不得自己能早日派上用场 没事 你吃你的 我就是带着六姐姐到处看看 徐明媚挥手让她自便 碧桃虽然肚里打鼓 却是真的饿了 也顾不上二房的姑娘还在 将盛着白饭的两只木桶 放到了石桌上 回去拿了个碗和勺子 就着一小碟子酱菜 就直接开吃起来 本来只想到七妹妹这里 哭诉一场就好了 徐明媚没想到还能见着 这样的一幕 她哑口无言地看向徐明媚 半天才找回了声音 七妹妹 她天天要吃这般多 老天啊 这可怎么养活得起 难怪他们家里人又把它给卖了 徐明媚本是无心 听在碧桃尔里 却戳中了她心里最疼的一处 竟连平日吃得最香的白米饭 也不觉得香了 手里的勺子也渐渐地慢了下来 好在她还不是那么地迟钝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连忙求救地看向徐明媚 徐家没有主子跟下人道歉的道理 可碧桃毕竟也不是她的丫头 七妹妹好心拉她出来散心 自己却嘴笨地捅了人家的心窝子 怎么说得过去 徐明媚安慰地拍了拍她的手说道 光吃白饭怎么有滋味 反正六姐姐今天要在明月居用饭的 索性将碧桃的三菜一汤给包圆了吧 说着不带徐明媚反应 徐明媚就叫了父亲的婆子来 让人去大厨房跑个腿 将自己要来的菜色都说了 才笑嘻嘻地摊手朝徐明媚要银子 徐明媚自然是愿意的 连忙挤了荷包递了一两银子过去 又多给了那婆子半钱银子做跑腿费 喜得那婆子高高兴兴地接了钱 又是做福又是哈腰地退下了 哄好了毕桃 徐明媚估摸摸着自己院子里也应该摆饭了 拉上徐明媚又往回走 到了明月居 大厨房果然已经送菜过来了 晚风知道小主子的心思 还不等徐明媚吩咐 就已经让大厨房加了菜 怕饭菜冷了变了味 正和婉容商量着 要不要出去找一找徐明媚和徐明媚呢 就看见两人手拉着手回来了 晚风见徐明媚脸上有了笑意 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刚刚姑娘不管不顾地从二太太房里跑出来 可让她一顿好找 还好后来想到来明月居看看 果然是来齐姑娘这边了 徐明媚见着晚风也不意外 这府里上下也就这么个大丫头最紧着自己 对她比进士还要尽心上几分 当即对她仰脸一笑 招呼道 晚风姐姐自去和婉容姐姐她们一块用饭吧 我和七妹妹两人也好安安静静地说说话 晚风点头硬了 晚风便帮带着将两位姑娘的饭菜都拨了半数去 徐明媚没有让房里人吃自己吃剩的习惯 都是每次开饭的时候 直接让晚风将每样菜都匀一些去 留足够她吃的一些就行了 晚风跟着徐明媚来过几次 也是知道她这个习惯的 见晚风忙着 也上前帮手拿放盘子 不一会儿就将桌上的十道菜分得干净了 才忙活完 大厨房那边夹菜的又送过来了 徐明媚还惦记着自己房里的丫头 她不在自己院子里吃饭 房里的丫头也就没主子的剩菜下饭 便让大厨房的人又将食盒往二房最新居送了 那小丫头也伶俐 白走了一趟 脸上也不见抱怨之色 徐明媚经过了毕桃仪式 被吓人倒多了几分体恤 让晚风拿了几个大钱赏了那小丫头 得了赏的小丫头高高兴兴地去了 出了院子才将那几个大钱掏出来又看了一遍 小心翼翼地收进了褪了色的荷包里 幸好绿武姐姐不愿意走远路 推了自己上来送饭菜呢 不然这些赏钱可就轮不到她来拿了 徐明媚在徐明媚院子里吃过午饭 在院子里走了会儿消食部 两人都起了些乏意 竟不耐烦回房 揽着彼此就在花架下的软榻上 合一睡熟了 等晚风和婉容出来找他们 寻了一圈 才在水晶花架子底下 找到了挨着肩膀睡觉的两个小姑娘 面上有微风拂过 吹落架上怒放的蔷薇 软香阵阵中 两个玉娃娃身上都沾了粉扑扑的花瓣 随着他们的鼻息微微颤着 一时之间竟分不出到底是那花瓣 还是两位姑娘更娇美些 晚风和婉容相看一眼 见他俩睡得这般熟 便舍不得叫醒姐妹俩了 婉容附在晚风耳边低声嘱咐了几句 让他留在原地 看着徐明媚和徐明媚两人 这徐家内院虽说没什么外人 可眼下不比从前 是济世在管家 怕万一有小丝什么的闯了进来 冲撞了就不好了 婉容自己拎了裙子 就往明月居里跑 收拾了一床博被 叫婉婷他们一块往花架子那边去 有这么些人在那边一起看着 总归是错不了了 等婉容他们到了地方 徐明媚和徐明媚两人 还睡得跟小猪仔一样 连婉容亲手亲脚地 给他们盖被子都没吵醒他们 让一干丫头们 看得真是肚里一阵好笑 六姑娘也就罢了 天生跳脱的性子 做出什么事情来 丫头们都不觉得奇怪 但像他们家七姑娘这样 天性沉稳的 今天这样一闹 倒有些像个孩子一样了 丫头们围着两个小主子 暗笑了一阵 各自寻了地方做了 三三两两地凑在一块做针线活 又不敢说得太大声 怕吵醒了徐明媚 徐明媚两人 只能傅耳轻声地说笑着 伴着春风美景 倒有一番别样的情趣 徐明媚 徐明媚这一觉睡得舒服 又暖暖的日头照着 又有鸟语花香入梦来 竟一觉睡到了近黄昏 要不是晚风怕徐明媚睡过了晚饭伤身体 没人叫起 两人不知道还要在园子里睡到什么时候去呢 已经在明月居胡混了一下午 徐明媚不敢连晚饭也在这边吃了 连忙拉上晚风 匆匆向徐明媚辞别过就走 回到二房 她还在战战兢兢地怕济世责骂 去济世房里一请安 才知道济世根本不知道自己 一整个下午都去了哪里 在做什么 庆幸之余又觉得伤心 徐明媚不禁要想 中午那时自己是那样跑出去的 济世当母亲的 竟也没有向下人追问过 回来也不见她脸上有一丝关心的神色 她转念又想起 七妹妹的新丫头毕桃 济世待她再不好 也好过卖了自己的女儿毕桃父母吧 这样一安慰自己 她又没那么伤心呢 而明月居这边 徐明媚下午睡得太久 走了困 到了夜里竟是百般睡不着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一会儿想起前世的种种 一会儿又惦念起回乡祭祖的贺兰氏 和徐明百徐明张两兄弟 也不知道他们在老家法事 做得顺不顺 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这样迷迷糊糊地想着 下半夜她才终于有了些睡意 却恍惚听到外头 宛容和宛婷在巧声说话 顿时清醒了 今天本该轮到宛柔职业 也不知道她今晚 怎么跟宛婷说的 换了宛婷替她职业 宛容是自己放心不下 怕徐明威下午 在园子里睡觉吹了风 半夜会起反复 索性跟着婉婷一块职业 这会儿徐明威就听到婉婷 对婉容说道 姐姐对姑娘是真好 比房里所有人都要上心得多了 我虽然也喜欢姑娘 可自问做不到像姐姐这样 把姑娘的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情一般 宛容苦笑了一声 低声道 姑娘就是我们的天 不伺候好她 你还想伺候谁去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古风言情小说 《我为正事》 作者Moke Angle 播讲 陈仙 是风 后期 秋秋的秋天 第二十三集 刘嬷嬷回宫复命 婉婷嬷嬉嬉一笑 姑娘现在还小呢 以后出了门 肯定是要另外再选个丫头 跟着走的 伺候姑爷这样的事情 可轮不上我们 最说早大的娃都满地跑了 婉容催她一口 小蹄子 羞不羞 才多大就想着 要嫁人生孩子了 婉婷越发笑得厉害 现在只会说我 难道我不提了 大家就不用 嫁人生孩子了吗 婉容姐姐 但我问你一句 到了时候 那你嫁不嫁 生也不生 对着婉婷的玩笑话 婉容竟沉默了 半嗓才低声回了一句 不是人人都想着 要嫁人的 后面婉婷却没了声音 像是睡着了 徐明威听外头地铺上 婉容叹了口气 房里渐渐 重归寂静 一时间 她有几分嫉妒起婉容来 婉容能求着主家 做嬷嬷不嫁人 外头也不会 传什么闲话 反而更近 她有忠心念主的心 可徐明威自己呢 她要是不想嫁 恐怕她父亲徐天刚 就第一个要生死了她 更不用说顶上 还有徐家老老少少 那么多张嘴 便是贺兰氏再疼她 也是不许她 这般胡闹的吧 且说刘嬷嬷 辞了徐府回了宫 候着皇后 姑苏严氏 处理完后宫内务 才上前 简直重要的 将自己在徐家的 所见回报了 皇后言惊语听完了 但笑着反问刘嬷嬷 照刘嬷嬷所见 两房姑娘 哪个更好些 刘嬷嬷收了 济世的银子 多少还要顾全 些徐家的脸面 斟酌道 大房的七姑娘 年岁小些 却沉稳之礼 也懂得谦让堂姐呢 锦盒里的礼物 是让五姑娘先挑的 四房的五姑娘 虽说大了些 这性子 倒比七姑娘 活泼可人一些 知道那荷包啊 是大公主亲自做的 也肯舍了那对 玉如意 先挑了荷包 可见她也是个 聪慧伶俐的人 这两个姑娘 到底哪个好一些 老奴嘴笨 眼拙说不来 还得由娘娘 自己看来 皇后脸上 露出个浅笑 你这华头 休说什么 嘴笨眼拙 这宫里 可有能瞒过 你一双 厉害眼睛的小宫女 必是收了 徐家二房济师的银钱了 可不准再欺瞒 说 你这次受了人家 多少的好处 拿一半 与哀家分来 刘嬷嬷善笑着 将袖带里的银子 拿出来给皇后看了 见她还真的要 开戴瓜分银子 心疼道 娘娘好生小气 守着这全天下的 金窝银窝 还惦记老奴 这点养老钱 那是块模样 逗得皇后 无嘴直乐 主仆两人自小是一块长大的 感情比旁人来得自然深厚 刘嬷嬷哪里是舍不得那几两银子 光是每年节气上 皇后娘娘赏给她的都不止这点银子了 装作这般心疼 也只是逗主子开心罢了 两人正说笑着 外头传来太监内侍们的通传声 皇上驾到 刘嬷嬷连忙扶着皇后严氏起身接驾 天顺地来得快 还不等皇后跪实了 就将她扶了起来 景欲不必多礼 都与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我本是夫妻 在自家住处 就不必做那套虚的 给外人看了 他们两人的确是夫妻 可还先是君臣呢 今天感情尚好 能许下免贵败的承诺 但万一日后翻脸无情了 岂不是落下一个大不敬的罪名 皇后心中博道 面上却是娇羞一片 柔声道 祖宗留下的礼法 怎能坏在臣妻的手中呢 陛下怜惜臣妾 常来永乐宫做做 便是极好的了 上次您承诺过小长生 要带他到将军方风筝 这孩子都快念到了小半个月了 天天问父皇什么时候来 问得臣妾啊 都要吃醋了 这天天陪着他 费心教养他的 可是臣妾 到头来 还不及您一句话 勾得小长生 只要父皇 不要母后了呢 皇后四怨四撑地抱怨着 猝不及防地 被天顺帝 大笑着拉进怀里 他连忙挣脱出来 往四周一瞧 好在宫人们有眼色 早就悄然退下了 你看你 这都 这都还有人在看着呢 皇后伸手去扶自己的发尸 一边瞥了一个眼封 送到天顺帝身上 却不晓得这一记魅眼 落在天顺帝的眼里 有多么娇媚可人 皇后刚整理好 被天顺帝弄乱了的发迹 呼得身子一腾空 就被身后的人拦腰抱起 看方向竟是往内殿去的 不禁失色 皇上 这还是大白天 长生等会儿要来 里头的声音便再也听不到了 大公主一下学堂 便听说父皇来了 高兴地一路飞奔到了永乐殿 刘嬷嬷等人立在外头 等里面歇下 一时不察 险些让这小魔星闯了进去 哎呦我的小祖宗 里头这会儿可去不得 跟婴儿到花园里玩去好不好 刘嬷嬷紧紧地抱住 挣扎着要往里头冲的大公主 叫哭连天道 大胆 敢拦着本公主 小心我让我母后 罚你半年的阅历 还不让开 大公主气坏了 她都有好些日子 没见过父皇了 听母后说北边有战事 所以父皇最近都没空陪她玩 好不容易今天把人给盼来了 下午半天还不用去学堂 总算能拉着父皇 一起去犯个风筝 偏偏这些狗奴才们胆大 竟敢拦着自己 不让自己进去 这还有天理 还有王法吗 这两句话是大公主 在新年宫里的月班子唱戏时 从他们的戏文里学来的 觉得说起来特别有意思 就成了她的口头禅 天顺地还试图纠正过 被皇后誕小着拦住了 孩子不过一时新鲜 等说厌烦了 自然就不说了 压着不让他说 反而糟糕 长生的性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越是不让他做的 越是要做 不管他 时日一长 就心陷别地去了 徐默默心想 我的小祖宗 真让你进去了 可不是罚半年月历的事情了 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当下手里更是不敢松开 任大公主拳打脚踢的 死死地将她报牢了 边上的宫人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了 连忙帮手着将大公主看死了 这万一真让她闯进去了 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 可那毕竟是大公主啊 谁也不敢下死尽 生怕回头被她到皇后皇上那告上一状 不消说户短的皇后娘娘 皇上更是将大公主看重成眼珠子一样 到头来还是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这一圈人围着看着是热闹 真出力帮着并没有几个 刘嬷嬷被大公主急出一身热汗来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永乐殿里头终于传出了皇上的声音 外头这么闹哄哄的是做什么 像什么样子 众人听皇上怒了 一失胆缩 竟松开了手 让大公主寻了个空隙 一把推开刘嬷嬷就往里头跑 有胆小的公额凑到刘嬷嬷边上 急得快哭出来了 嬷嬷 大公主闯进去了 这个如何是好 刘嬷嬷拍拍她的手 反而松了口气笑道 没事了 里头的事情皇上和皇后娘娘自会处理 你们备好热水 在外头听命便是 众人得了她的话 一颗掉在半空中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各去准备不提 却说大公主进了永乐殿 不见里头有工人伺候着 冷冷清清的一个人都没有 争富匪这些偷懒的奴才 竟背懒到如此 又记恨起外头阻拦自己的工人们 尤其是那刘嬷嬷 不在里头伺候着 反而聚在外头夺懒 着实可恶 看她不到母后父皇跟前告他们一状 她气鼓鼓地往内殿闯进去 一眼便看到了穿着件内饰宽袍的天顺地 顿时生了委屈 一把扑了过去 险些撞开天顺地松散的衣带 要知道匆忙之间 她里头可是什么都没穿 皇后严誓 险些魂都要被宝贝女儿给吓出来 连忙咳嗽了一声 吸引了大公主的注意 母后 你怎么这个时候躺在床上 您生病了吗 小长生歪着脑袋担忧地问道 皇后脸上一红 称怒地飞了天顺地一眼 都老夫老妻了 还做出险些被女儿堵在床上的丑事 真是没有脸见人了 天顺地哈哈一笑 将大公主抱到床上坐好 说道 你母后没病 只是早上起早了 在补午觉呢 你看你 这嘴巴嘟的都快翘上天了 谁惹真的小长生了 说与父皇听听 不提还好 一提起这个 大公主立刻跟竹筒倒豆子一般 将刘嬷嬷等人 怎么在外头拦她的说了个遍 莫拉还是不解气 鼓着腮帮子道 父皇替长生 好好罚他们 刘嬷嬷醉坏了 带头拦着长生 不让长生进来见母后 母后房里也不收拾 都有味儿了 年幼的长生 此刻还不懂得 皇后严氏请宫里 未散去的味道是什么 只嫌弃地扇了扇鼻子 惹得皇后脸上 高热缸退了一些 又再度烧了起来 一双水眸 此刻只怕能将天顺帝 盯出个洞来 天顺帝摸摸鼻子 赫然道 好 回头父皇 就好好处罚他们 唐生今天上学堂 大师傅教了些什么 孩子的注意力转得很快 大公主被天顺帝这么一问 立刻将刘嬷嬷等人 放到了一边 兴致冲冲地将今天 在学堂里的事 跟天顺帝说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古风言情小说 我为正事 作者 Moke Angle 播讲 陈仙 士风 后期 秋秋的秋天 大师傅说的故事 好有趣 可妹妹们不听故事 在一旁吵闹 真是烦死人了 大公主抱怨道 大师傅讲的故事 多好听 可妹妹们在一边 一会儿要吃点心 一会儿要如母 抱了如厕的 吵吵闹闹 让人根本没办法 听大师傅讲课 皇后看她一眼 洋装生气道 妹妹们年纪小 你是姐姐 理当要让这些才对 大师傅说的故事 你要是喜欢听 不是可以等下了学堂 让大师傅 把你没听清楚的部分 再说一遍的吗 可你下了学堂以后 有追着大师傅问吗 大公主气馁地摇摇头 大眼睛求救般地 瞄了一眼天顺帝 还指望着她父皇 能帮着劝一劝 天顺帝这会儿心中 正感叹严实会教女 几个嫔妃所出的公主 虽然一样长得玉学可爱 可没一个像长生一样 小小年纪 就如此懂事之理的 那几个小公主 闹起脾气来 是个什么样子 她心里也是清楚的 这也是为什么几个女儿中 她最宠爱 大公主的原因之一 母后是怎么教你的 小小年纪 到学会背后说人了 知错了没有 严氏这会儿 倒忘了自己 躲在被子里的 还是身无寸侣 正色训斥道 大公主历史尾了脸 带了几分哭音道 这知错了 下次必改 其实她还不是很清楚 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但每次母后脸上 出现这样的表情 早些认错总是没错的 天顺帝 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 一时心里不忍 虽然严是这样 不仗着位分 偏倚大公主 反而从小教导孩子 和其他嫔妃所出的 皇子皇女 平等相处 落在天顺帝的眼里 无疑是极满意的 但看到自己 最疼爱的孩子 一副如遭双打的样子 心里也舒坦不到哪里去 便开口道 长生啊 父皇上次许诺 带你去将军放风筝 一直也没去成 不如现在 便跟父皇去吧 你母后也要好好休息 可好啊 大公主这才转了笑脸 欢欢喜喜地 拉住天顺帝的手 叽叽喳喳地 开始安排开来 等会儿她要 骑哪匹小马去 又要小双 带些什么点心去 天顺帝不禁苦笑 要放风筝也得等她 先换了衣裳啊 好在这会儿 刘嬷嬷等人 已经低头捧着热水 在外头候着了 皇后寻了个借口 将大公主掀支开来 帝后两人 才终于逼着女儿 收拾妥当了 唉 委屈你了 天顺帝忽然转头 对着严氏叹道 皇后还以为 她说的是今日的闹剧 撑了一口道 下次再这般荒唐 可不像样了 天顺帝指的却是 这偌大的后宫 当年若不是她执意要娶 严氏或许已经嫁给了 她父亲的学生 一生一世 一双人 过着只献鸳鸯 不献仙的日子 一想到刚刚长生抱怨的事情 天顺帝倒做下个决定来 左右半读的人选都已经有了 早一天晚一天 也没什么不同 长生早会 跟着几个小公主 一块上学堂 的确是不太妥当 不如就早些将 几位大臣的女儿 接入宫中 也好让她有个玩伴 天顺帝这么一想定 第二天就下了旨意 将各府的小姐 提前接进明华殿 仍旧是那几个 大师傅交了 至于小公主们 则暂时歇了课 另外寻了大师傅 交一日歇一日地带着 天顺帝带着大公主出去之后 皇后脸上慢慢受了笑容 由着刘嬷嬷重新整了妆发 但一切都整齐了 才揽了刘嬷嬷的手 柔声道 刚才若不是你机灵 本宫今日险些丢了丑 不必理会长生说的 皇上要是真要责罚你 本宫第一个就不一 你之前不是新做了条 天青色滚月白边的裙子吗 回头啊 开了本宫的首饰盒子 把那套十六十欠金的铜面 拿去带了 正好能配上那个色 刘嬷嬷也不跟她客气 笑嘻嘻地拜了 谢道 那老奴就不跟娘娘客气了 谢娘娘的赏 皇后眼里又露出了些笑意 长吸了一口气 叹道 唉 如今总算能拖了那几个小的 没得让那些没教养的 带坏了长生 刘嬷嬷一听 便知道自家主子娘娘 说的是芙蓉殿 昭华殿所出的那几位 当今圣上 也是夺了兄长的位置 做了天子的 刚登记那会儿 朝局不稳 而拉拢众臣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联姻 所以天顺帝刚登记不到一年 就选了好些朝城的女儿 做妃子 荣妃 萧妃等人便在其中之列 想当初她们刚进宫的时候 皇后都还有一些 管不动她们 也就这两年好些 荣妃 萧妃等人 不再成为前堂 在后宫的符号 而仅仅是后宫的一个妃子 皇后能在后宫挺直腰杆 还是脱了天顺帝的符 他们刚成婚那会儿 也正是天顺帝刚登上皇位不久 根基浅薄 朝政也被朝臣把持着 直到后来天顺帝 渐渐理清了朝局 暗地扶持了一批寒门柿子 做自己的尖刀 才将之前留下的党派伶俐 歇哥的支离破碎 又将素来不和的杨文忠和徐少元 两个都提成了阁老 隐隐有让两人互相制衡的意思 如此筹划布谋了整整三年 天启才算是深深地打上了天顺帝的烙印 不再受朝臣的摆布 后宫无疑是前堂的一个缩影 朝臣专正那两年 荣妃萧妃等人敢当着人面 就给皇后下脸子 再看看这两年 哪个不是毕恭毕敬的 再也嚣张不起来了 要不是天顺帝摆明了还要用他们家的 皇后也不至于让长生受这么多委屈 明里暗里地吃了那几个小的好多亏 心得的玩意儿摆在房里还没摆热乎 被人看上一眼就满地打滚地耍赖要走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 道教大公主房中都不敢摆一件像样点的东西 只怕到头来又生生便宜了别家的 能把金枝玉叶交成这样的 严氏也算是开眼了 说到底 这几家的女儿都还是嫡系的 字都不认识几个也就算了 连管教孩子都做不好 要不是当初的的确确是查验过入宫女子的身份的 严氏都要怀疑荣飞他们都是小娘养的 不过记了名在正房的而已 天顺帝是很反对女子无知无学的 所以严氏在长生三岁那年提出来 要像教导皇子一样给他找先生开盟的时候 天顺帝是异口答应了的 好不容易拟定了大师傅的人选 荣飞肖飞他们就抱着说话都还说不清楚的奶娃娃们过来 求着天顺帝也要让自己女儿跟着大公主一起开盟读书 人是他们家从深山中请来的 事情也是严氏自己一一做下的 临到头了 戏台子都架好了 蹭台的却来了 才两岁的孩子能跟着学习什么 长生自幼由他亲自带着开盟 又乖巧又懂事 手里有纸有笔 就能自己一个人在小书桌前坐上一个上午 他们的呢 严氏简直都要冷笑三声了 别说一刻中 便是一须余 容非消费他们生的那几个小的都坐不住 说得难听点 恐怕上面大师傅还在讲课 下面爬着的就尿了 这样胡闹还能上什么课 可有些话他便是心里透亮 也是没办法说的 二公主他们不是他的孩子 却是天顺帝的孩子 但凡他透露出一点拒绝的意思 天顺帝心里恐怕都要不痛快地记他一笔 不够慈爱 这话也只能弯着劝了 让天顺帝自己拒了容非消费他们 天下人都到当今圣上是个痴情种 爱美人不爱江山 才舍了京城中这些大家族之女 独独挑了冤在江南 出生于书香门地的他 各种内情如何 也只有他们这些局内人才冷暖自知 说白了 天顺帝一开始就存了低防外戚的心思 才不愿将这后宫之主的位置 留给朝中重臣之女 娶了谁都不过是一时顺遂 后患无穷 哪里比得上 娶个门户低下的她为后 然后将后宫嫔妃之位 一个一个地卖了出去 来得合算妥当 至于后宫这么多的女人中 天顺帝到底最喜欢哪一个 严氏便是和她做了快七年的夫妻 也不曾看破 人都说女人心海底针 错错错 这帝王之心才是真正的海底针 恐怕便是与她相伴到老死 她也难猜天顺帝的心思 不管天顺帝究竟爱哪个妃子 所幸的是 最后她还是将荣妃 萧妃等人的请愿 与孩子太小 没定性给驳回去了 但没让他们放心多久 四年那几个小的 就吸着手指 同长生一块儿 坐在了学堂里 不用说 他们能学到多少东西 便是长生自己 也被吵闹得无法听大师傅讲课 平白浪费了一年广景 今年好说歹说 皇后严氏以长生也需要 比她大的女孩子作伴为由 说服了天顺帝 开了金口 准了从三品大臣以上的人家 选几个适龄的女孩子 入宫陪伴长生读书 原本觉得最快 也要等到四月下旬去了 没想到这次不用她说 天顺帝自己改了口 将日子提了钱 怎能不让她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别的不说 长生这个年纪 正是喜欢模仿别人的时候 在学堂跟着自己小的 学得没规没矩的 回头自己 还得拨乱反正个半天 脑的皇后肚里 不知道骂了几回 容非消费他们 教孩子都教不好 也只剩一张脸能看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古风言情小说 《我为正是》 作者Moke Angle 播讲陈仙士风 后期秋秋的秋天 公里这点官司也出 次日接各府姑娘 进宫的旨意 便发到了入选的人家 打了众人一个措手不及 好多东西 都是来不及收拾 还是临时被吓的 即使自那天 刘嬷嬷来过之后 心里便有了数 估摸着宫力要人 也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早早让奶妈子 去准备了起来 即使室友 即是在前头谋划 两个姑娘心里 也都有了准备 临到出门那一天 徐府难免 还是一阵兵荒马乱 好不容易 将两位姑娘送上了车 徐家上下都松了口气 肩膀上单着的 终于卸下了 徐明兰从上车开始 就不理会徐明威 让西石一会儿 帮自己重新绑辫子 一会儿帮自己 捏着裙脚 省得作咒了 一路知识的西石 团团转 没一刻消停 徐明威坐在公车里 心情却是有几分复杂的 有感叹 幸好既是在大事上 还是个拎得轻 不糊涂的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他们都收拾妥当了 送出府来 又有感怀自身的 原本她还以为 自己是两世为人 能以平常心对待这一切 便是入宫 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等真的坐上了 这辆史上深宫的马车 她的心境 大概与这 看不清前路的旅途类似 隐隐有些期待 又隐隐有些不安 小小一个明月居 不过是个 进宫要带上谁的小事情 都能折腾出一篇文章来 徐明威不敢想宫里的 又会是怎样一般光景 临出发前 明月居里的丫头们 大概都以为会是 婉容跟着她走 没想到到最后 徐明威反而从 负责洒嫂的杂役中 挑了个叫 碧桃的小丫头 以碧桃和自己 说话时熟络的样子 几个丫鬟也不难猜出 她们认识 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而且徐明威 早就存了这样的心思 明月居里的丫头们 或许都觉得自己 受了小主子的背叛 输给婉容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婉容身为大丫鬟之首 又比其他几人 都来得沉稳可靠 但输给碧桃这样一个 莫名其妙 也不知道从哪里 冒出来的三等杂役 婉婷等人心里 都憋了一团火 对徐明威她们 自然是不敢怨的 倒是在她们出发前 瞪了好几次碧桃撒火 徐明威也知道 房里的几人 心里肯定有想法 对几人的脸色 全当作看不见 物质由着毕桃 扶着上了车 要笑不笑地 从窗户那里 瞄了一眼众人 放了帘子 想来也是她平日里 对她们太过松懈了 渐渐地让几人 心大了起来 失了本分 竟也敢在主子跟前 甩脸色了 半大点的丫头 个儿顶个儿的心眼深厚 也是个儿顶个儿的 有自己的打算 一不提防 还有被丫鬟们 捉着当枪使了的危险 徐明威想着自己院里的烦心事 听着一步之隔 徐明兰和西石主仆 两人的说话声 不知不觉 马车便停步在了内宫门前 过了这道门 他们就算是正式进了宫 被宫人们催请着下了车 徐明兰在看清楚 那道珠红色铜灶大门之后 一改来时的兴奋 呼得紧张起来 竟死活不肯放开西石的手 连宫人们都拿她不得 最后还是徐明威上前握住了她的手 才让徐明兰慢慢冷静下来 愿意跟着众人 一块儿从门那儿进了 徐明威也不知道 他们算是来得早的 还是来得迟的 虽说在家中 已经洗过一遍身子了 进了内宫门 她和徐明兰两个 又被领到大池子那边洗了一遍 等换好衣服 重新弄好了头发 到了地方 才发现已经有三家的姑娘都到了 听见她们拾步进来 那三个小姑娘都勾头好奇地看来 只见她们都差不多的年纪 其中一个穿着眉红紧缎裸裙的小女孩 声量高一些 也是唯一一个对她们露了笑脸的 两颊上显出个深深的酒窝来 十分浴血可爱 徐明威对她不禁起了几分好感 不过有工人嬷嬷在 女孩们又是第一次进宫 还都有些拘谨 并没人开口说话 她只好对那小女孩笑了笑 算是打过招呼 便跟着徐明兰 一起也立在一旁等候 不一会儿 店外又先后来了两个小姑娘 谁是她们中月份最小的了 看着比众人都要矮上一截 徐明威定睛一看 竟然还是一对双胞胎 只不过两人身上 并未穿了一样的衣服 一开始才没看出来 虽然打扮不一样 两个小姑娘脸上的表情 却是惊人的一致 既是既懵懂又害怕的模样 跟受了惊吓的小安唇似的 看着让人心生不忍 偏在这时 穿紫色共断小小裙的女孩 脚下一个没注意 竟被自己脚后跟给绊了一下 险些摔了个狗吃屎 还好边上跟着的工人小心 及时扶住了 大概是真的吓着了 那小姑娘一双溜圆的眼睛里 顿时涌上了泪水 贬着嘴巴正要大声哭 待她的工人连忙用手给捂住了 别哭 大公主会不高兴呢 要挨打的 工人自以为自己这样说 就能吓着她止了哭 没想到弄巧成拙 那小姑娘反而更加怕了 眼看就要哄不住 还是那高个子女孩跑了下来 笑嘻嘻地从袖子里头 掏出了一副套娃娃 一个一个地拆了给那孩子看 只见那不过 孩童巴掌大小的 又踩烧桃福娃娃 拦腰扭开了 里头竟然还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福娃娃 只不过稍小一些 便是神态动作都是一致的 那孩子立刻被吸引住了 大大的眼睛里头 分明还勤着泪水 却没了哭闹的心思 只一个劲地盯着高个子女孩手里看 警报解除 那工人脸上明显一副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见孩子终于不哭了 拿手牵了 领着两姐妹也站到了一边 虽然还好奇那福娃娃肚子里头 还套着多少个福娃娃 这次两个孩子 却都很乖巧地任内工人领着 没哭闹的那个 还帮着妹妹拿着帕子擦眼泪 两个小娃娃互相照顾的模样实在猛 徐明威没忍住就多看了几眼 回头一看 那高个子女孩也在打量着自己 眼里满是友善的好奇 不由觉得 或许这皇宫里的半毒生涯 并不会像自己想象的那般无聊吧 至少目前看到的小伙伴里 还有几个有趣的人 许是等他们人都到齐了 工人们采取通知的正主 没过一会儿 徐明威之前见过的刘嬷嬷 便带了几个工人过来了 她先是满意地 看了一眼众人的打扮 目光在绕到双胞胎身上的时候 明显地一顿 谋色生理 被她盯到的小女孩 吓得立刻躲到了姊妹的身后 生怕自己被刘嬷嬷给叫出去 徐明威心里暗叹 果然是在皇后跟前伺候最久的 眼神真是厉害 不过刘嬷嬷并未深究 朝几个小姑娘又看了一圈 才清了清嗓子 朗声朝他们说道 诸位小姐 想必也清楚自己是为着什么 被父母送进宫来的 在这里老奴就斗胆拖一回大 将宫里的规矩 跟小姐们说清楚到明白了 这宫里不比别的地方 在家中各位都是父母的 长上宝心头肉 但是在这里 你们的身份只有一个 那就是奴才 刘嬷嬷此言一出 几个大典的孩子 脸上都露出了几分不满 尤其是徐明兰 眉毛都快竖起来了 徐明威怕她惹祸 连忙伸手扯了下她的袖子 徐明兰却扭头瞪了她一眼 似是不满她失了贵女的风骨 任凭一个奴才出言侮辱的样子 他们这边的动静 全落在了刘嬷嬷的眼里 她看向徐明威的眼神 又多了几分探究 才五岁大的孩子 怎生得这般知识 性子克制的 简直都不像一个孩子了 她又看向几个面露不愤的贵女们 对了 就是这样的反应 才是正常合乎情理的 徐明威不知道自己 这小小的一个举动 成功地引起了刘嬷嬷的注意 被对方视作了 头一号要紧盯的人物 短暂地停顿过后 刘嬷嬷已经将众人的性格 了解在握 对几个女孩脸上的 自傲神色视而不见 但笑着继续说道 几位小姐 若是没有这个想法 不如还是趁早叫家人 接了回去的好 皇上是天下公主 便是你们的父亲叔伯们 也只不过是为着皇上 打理河山的 如今换作你们来伺候大公主 陪伴大公主读书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学堂里除了大公主 便无二主 所以老奴在这里奉劝几位姑娘一句 千万不要太过记着自己原是什么身份 在工人面前摆谱 要知道在这宫里头 再尊贵也尊贵不过皇家的人 他意有所指地 看了看徐明兰等人 似平静却暗含警告地说道 身为公主半读 平日里若是不刻苦向学 影响到大公主听课的 或是刻意引着大公主偷懒耍滑的 莫说老奴没提前告诉过诸位 到时候宫里定然是严惩不淡 不管你们是谁人家的女儿 父亲在朝中又是身居什么样的要职 做得不好的 不止你们自己丢脸要受罚 只怕还要连累家里 唠得个教女无方的坏名圣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古风言情小说 我为正事 作者Moke Angle 播讲陈仙士风 后期秋秋的秋天 第26集 半读要入宫下 刘嬷嬷这一番 半软半硬的话说下来 徐明威偷眼去瞧众人脸上的神情 果然收敛了许多 眼里都多了一分敬畏 不似刚刚那般傲气外露 皇后娘娘只怕已担心大公主受人欺负吧 还特意让自己的中仆赶在诸位贵女和大公主正式见面前来个下马威 好让众人收了心思 谨慎行事 也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店内连她和徐明兰在内 总共七个小姑娘 被刘嬷嬷这一通话说下来 早对还未曾见面的大公主升了敬畏之心 也清楚明了了自己在这皇宫里头到底是什么身份 一时之间神情都有几分奄奄的 仿佛这偌大的皇宫顿时失去了金灿灿的外衣 只剩下大张的血盆大口 等着几人自己往里头走的样子 徐明兰此刻心中不无后悔 早知道入宫是这样不好玩 又有着高风险的事情 她才不听两个姐姐的怂恿 硬缠着爹爹将自己送进宫来了 放着好好的徐家五姑娘不做 跑到这破皇宫里头来当什么破奴才 她脑子又没病 可惜现在她就算是后悔也晚了 人都已经来了 没有临阵了还送出宫去的道理 回头还不得让她娘戳着脑门子骂死 被宫里退回去的公主半都 顶着这样的名声不说她自己没脸 将来说婚事都难 要是整个家族都要说她牵连 搞不好还要追究她爹爹的责任 徐明兰平日再任性妄为 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当下又悔又怕 回头一看一脸镇定的徐明威 心中不经一动 暗自心想 比她小两岁的七妹妹都能做到 自己还有什么做不得的 总不能连她都不如了 到因此去了杂念 撑着一股劲头 暗暗要将徐明威给比下去 刘嬷嬷话已经带到 才柔笑着跟众人说道 今日是诸位小姐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将来还有好一段时日要相处 老奴就不在这里惹诸位小姐们厌烦 接下来就由工人们 带着诸位小姐们 去自己的住处看看 也彼此先熟悉一下 你们的贴身丫头 也都已经在住处等着了 自去便是 最后再提醒诸位姑娘们一句 除了前头说的 不许做的几件事之外 再有便是 童年间要和睦相处 若是有人私下里 斗气闹事的 不问是有 凡是参与进去的人 统统都打发回家去 到时候没脸的 可就不只是姑娘们自己了 刘嬷嬷盯着 其中一个姑娘看了看 诞生道 所以但凡要闹事的 先掂量掂量着 值不值当 做不做的 若是都想清楚了 还执意这么做 到时候害的不只是自己 还有无辜被牵连的人 诸位小姐们都是出身大家 谁吃了谁的亏 自己心里清楚 为这一时志气 结下两家的仇 那么你倒成了 家族的罪人了 徐明威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却是一开始 就在的那三人中的一个 穿着一身 豆绿色天文小傲裙 此刻脸上 也是全无表情 冷眼回看向刘嬷嬷 徐明威觉得 这人有些眼熟 想了半天才记起 这小姑娘 正是他们徐家的死对头 杨家的孙女 好像是叫锦西 自己能记得她 都算是记性好的了 身为死对头 两家几乎没什么来往 虽然杨家主 杨旭荣和徐家主 徐少元都同朝为官 又都在内阁为臣 却是同事爱 没有一文钱的关系 杨旭荣要是哪天风寒了 没来上朝 徐少元还得对天拱一拱手 道一声老天有眼 两人背地里 都恨不得对方立刻去死 每天上内阁议室的时候 还得在一堆下属面前 装出一副和煦的样子 徐明威便是想想都为他们心累 搞政治的 果然都是长了一颗 比别人更坚强的心脏 她印象中 两家唯一一次的交集 还是在她三岁那年 新科探花廊 被人绑下桌序 热热闹闹地 迎娶公布 使狼之女的那场婚宴上 大概是婚事办得匆忙 拟宾客的名单 忘记了避开地雷 同时向杨府和徐府递了喜帖 等发现后 再要追回也来不及了 这对相恨相杀的糟老头 在探花廊婚宴那天的碰面 简直可以载入史册 不愧是政敌和死对头 便是在参加婚宴上 都是那样的有默契 穿了一水一色的文克宽袍 一手还都抱了个 粉雕玉琢的女娃娃 在大门处下了轿子 一碰面的那一刻 整个探花府都安静地 吊针可见 当时两个老头 互相看了半天 然后又很有默契地 看了一眼迎客的探花廊 寄了礼金 便往里面进去了 好在吃酒席的时候 探花府的人 总算记得 将两个老头 给分开安排了 没有闹出什么 不好看的来 当时徐明威 就记得杨家那老头 喊得似乎是 锦西这样的名字 她能对她留下印象 只因那小姑娘脸上神情 比她还要动人上几分 先时徐明威 还有几分怀疑 她也是穿过来的 但一场婚宴吃下去 那姑娘除了表情差一些 跟个正常孩子 没什么不同 大概便是 传说中的天生面瘫吧 那一年的探花廊 后来果然 关路走得十分不顺 不仅是杨派的人 不待见她 徐派的那边 也没她的容身之地 一场婚事 能办得把朝中 两个大佬都给得罪了 也是人才 刘嬷嬷跟负责贵女们 在宫中日常的 王嬷嬷交代了几句 便让工人们 领着各自 伺候的贵女 回自己住处 七个小姑娘 跟着一串工人 走了不到一分钟 就到了个 叫芳华殿的地方 外头看着 是个阁楼式的建筑 远远的高架在空中 等绕过了一片紫竹林 徐茗威眼前 视野豁然开朗 只见那一片片 热闹的红 缤纷的紫 温暖的粉 鲜嫩的绿 竟是忽然 置身于花的海洋 深深浅浅的颜色 掀起无边的海浪 煞是惊人 其他几人 显然也是震惊于 眼前瑰丽壮阔的花海 谁也没有想到 在前头那一片 紫竹林之后 会是这样的极致景色 一时间眼里 满满都是藏不住的赞叹 几人都是生于富贵之家 也并不是没见过 设计的精巧漂亮的园子 但像这样美得 几乎任性的园子 几个姑娘便是再自傲 也不得不承认 原来这就是 天家和陈家的区别 领头的王嬷嬷 是得了刘嬷嬷的吩咐 故意将七个姑娘 从后花园这边带的 前头说的话 只是个铺垫 之后的点点滴滴 才是真正的 从心底撼动众人的开始 大公主要的是 尽责听话的伴都 而不是什么格老的孙女 又或是侍郎的嫡女 见众人都看得差不多了 王嬷嬷笑着 将几位姑娘 往正殿引 一路上又是各种 奇玩珍宝随意摆放着 虽说在家 也不是没见过 这样的好东西 大多也是小心收拾了 时时情浮式的 哪里像这宫中 再珍贵值钱的东西 似乎也不过是个装饰的玩物罢了 比不得这宫殿主人的万分之一 徐明兰脸上已经没了傲益 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心里爱得不行 他倒不是说生了什么 要占为极有的心思 只是出于单纯的欣赏 宫外一颗坐得正圆的琉璃珠子 要价极高 颜色漂亮的更是少有 而这芳华店里头 却随处可见用琉璃宽口大碗 成了各色珠子 摆在长廊的回转处 徐明兰先时还奇怪 这样放了有什么用处 光是位置好看嘛 趁着嬷嬷们没留意 凑近看了那大碗 才发现原来里头 还暗藏了一盏灯 等夜里点上了 琉璃珠子折射出那灯光 也不知道是何光景 外头一珠难求的 到宫里却不过是 辅助着照明的物件而已 徐明兰心里暗自咋舌 人倒是徐家已经是滔天的富贵 他自小生活在徐家 看到的却不是如此 吃穿用度上 也不见得有多出格 与经理其他人家相比 也相差不了多少 经过了一路的精神震撼 几位姑娘们 总算到了歇息的住处 芳华殿分别一个主殿 和两个次殿 主殿是留着给大公主住的 姑娘们就分住在了两个次殿 说来也巧 宫里没有把徐明威 和徐明兰两姐妹安排在一处 反而是之前那个高个子女孩 和两个双胞胎与她分到了一块 住进了西殿 徐明兰和杨锦西 以及剩下的另一个女孩 住进了东殿 工人们带着各自小主 回了房收拾行李 徐明威住的第一间房 开门进去 第一个感觉就是 地方宽敞的不像样 也高的不像样 便是家具也都坐得极高 像她这样的小短腿 要爬上那样的椅子 想想就是一个大工程 跟着她的工人 见她微皱着眉头 打亮家具的样子 笑着解释道 小主不用担心 娘娘早已经吩咐下去 所有摆设届时都要换上新的 只是工匠们 一时还敢供不出 先对付这几日 很快就能用上合适的了 徐明威明白 她是说皇上提早召他们入宫 她导致后续的事情接不上 点了点头 坚过这一劫 那工人又仰着笑脸柔声道 奴婢叫赵阳 小主叫奴婢小赵就行了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27集 宫中小伙伴上 徐明威仍是点点头 事宜自己知道了 心里暗自付费 公主的名字 丫鬟的命 再不计 也是倚天屠龙记里的女恩号啊 浪费了这么好的一个名字 小赵看她面色不显的样子 心里有几分拿不准 原以为徐家七姑娘岁数不大 会是个肚里浅薄容易哄的 没想到是这样锦绣文章 接在心中的主 除了一开始轻轻皱眉 被她给刚好抓住了 后头说话 都是一点外显的情绪都没有 她一时之间产生了一个错觉 仿佛自己身前站着的 不是一个年仅五岁的幼儿 但是很快 她自嘲地摇头 怎么可能呢 小姐 奴婢总算找着你了 毕桃忽然慌慌张张地 从外头跑进来 见着徐明威的一瞬间 那激动的模样 便是见了亲生父母 已不过如此 小赵犹豫地看了一眼毕桃 对她乍乱乎乎的举止 很是看不上 一想到自己 还没在徐明威房中 站稳脚跟 不好一来 就抓着小主旧仆的小辫子 只好硬生生地 忍住了要出口的训斥 来之前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在宫中要守规矩 不然要是犯了错 便是我也拦不住旁人罚你 徐明威冷声说道 毕桃愣了一下神 偷眼看了徐明威 见她并不是真的生气 才稍放下心来 她也是这时 才看见房里 还有个陌生的宫女 心理危机感油然而生 在府里 越不过去 婉容姐姐他们也就算了 到了新地头 谁也不比谁资格老 哪里还有被人 抢了活的道理 她这时倒肯规规矩矩地 按着宫里 朝徐明威扶了一幅身 回答道 奴婢知道错了 下次绝对不再重犯 徐明威这才朝她松了脸色 回头一看小钊竟然还在 她还想留碧桃问话 不难凡有个陌生人 在边上听着 便朝她说道 小钊姑娘定然还有要忙的 我这里有救人伺候着就行了 你自去外头 寻小姐妹玩去吧 她这样一说 小钊便是再想留下 她在徐明威跟前混个脸熟 也不好再赖着了 微笑着朝她行了礼 恭敬地退到了耳房 碧桃见人走了 顿时放松下来 朝徐明威吐舌道 姑娘你刚刚是没看见 奴婢一进来 那小钊姐姐脸色都难看了 盯着人的眼神 跟要吃人似的 徐明威冷眼看她 却道 你这莽撞性子不改过来 来日要吃苦头的 总是你自己 不是她 将来也总会有别人的 碧桃知错 羞愧地红了脸 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 哽咽道 奴婢知道 姑娘是为着奴婢好 碧桃记住了 绝对没下次 请姑娘放心 徐明威见重话也说得差不多了 才松了颜色问她 刘嬷嬷不是说 你们早就在各处等候着了吗 我来的时候并没见着你 又乱跑到哪里去了 碧桃说到这个就有些气愤 看了一眼耳房的位置 才压低了声音对徐明威说了 奴婢是一早就到了 将姑娘的东西都规制整齐了 那小钊姐姐却指着象牙的鼻筒 说越了制度 一会儿又说床的摆像有问题 折腾了老半天才好 什么都弄好了 她又说早上事情多 房里的灰都忘记擦了 又让奴婢将所有东西都收回去 重新去打了水 将房间给擦干净了 好一番折腾呢 一控诉起朝阳来 碧桃似乎自动点亮了化牢技能 愤愤不平道 奴婢多费些功夫倒没什么 关键是她那嘴脸若是气人 三句不离我们宫里是怎么怎么样的 好似这全是她家的一样 奴婢记着姑娘的话也没理她 后来终于收拾好了 她从外头转了一圈 又跟奴婢说姑娘在前头找奴婢 害得奴婢在外头瞎逛了一圈 险些找不回来 还被巡逻的禁军给逮住 问清楚了才放奴婢回来 吓死人了 徐明威倒没有想到自己房里的丫头 是这样一个人物 要说碧桃会去编排谁的不是 她就打头一个的不相信 这丫头眼里就差只有好人了 别人对她的一点点好处 她都能自己无限放大 在心中感激得不得了 连卖了她的爹娘 她都从来不说一个院子 只怪自己胃口太大 爹娘养不活而已 小赵还是她听到的 毕桃第一个开口抱怨的人 可想而知 这也不是一个好相遇的主 徐明威这事还不知道 小赵是刘嬷嬷特意安插到她房里的 倒也不是出于什么恶意 只不过想借着小赵这个刺头 来探一探徐明威的虚实 看她是否值得交托 安抚下毕桃 主婆两人简单地用了 入宫以来的第一顿午饭 四个栗菜 一份汤 加两碗米饭 还有小点心若干 倒也算丰盛 徐明威心中暗叹自己也是吃过 御厨的人了 却不知那真正的大厨 都是只为几个大主子做饭的 其余人吃的 也不过是御厨房里 其他帮厨做的 滋味或许还比不上 徐家大厨房的味道呢 比桃这一顿压根没吃饱 只勉强填了点底 这点东西放在平常 还不够塞她牙缝的 但因着心里珍惜御膳的缘故 又有两个肉菜 徐明威闲菜放得冷了 起了油花不吃 全拨到了碧桃的碗里 她肚子虽然还是空的 心里满足得不得了 在爹娘决意要卖她的那一刻 碧桃哪里想得到 自己将来还会有吃御膳的际遇 徐明威看她容易满足的样子 心里却犯了难 一顿两顿尚可忍耐 可是时日长了 总归不是办法 本来她们进宫的时候 还是带了些干粮的 入宫时都被嬷嬷们给收刮走了 收她干粮袋子的婆子 还特别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似乎是想不通 要进宫的贵女 怎么会随身携带一大袋干粮的 这是怕宫里没得吃吗 没了倚仗 这宫里又不比家里 也不知道银亮在这里行得通步 偷偷说买厨子 会不会被其他小姑娘抓了小辫子 累积大方 毕竟宫中跟吃食粘手的都是大机会 徐明威没胆子拿整个徐家冒险 一时失散 倒连累着毕桃要到宫中挨饿 想来想去 她也只有厚着脸皮说自己胃口大 问一问送饭的宫人 能否多给几碗饭了 她眼前默默地飘过杨锦西那无波无蓝的脸 徐明兰与她住在同一个片店里 但愿两人不要起什么冲突的好 吃过午饭 小睡了一阵 到了静默时才醒 立陶伺候着她写书干净了 将笔墨铺张开来 才宁神写了两张字 和徐明威同住在西店的三位姑娘 就携手作伴着来她房里串门子了 徐明威见她们这会儿已经清清热热的样子 不由得心下称奇 这世上便是有那等内向容易害羞的 也有像眼前这女孩一般天生善交际的 不过短短一个午觉的时候 就已经同胆小羞怯的双胞胎打成了一片 为首的高个姑娘为言先带三分笑 一点都不认声地朝徐明威说道 不请自来 还请亲妹妹原谅泽哥 徐明威笑笑回道 姐姐客气了 正想着什么时候去你们屋里见见呢 住得这般近 姐姐以后可以常来坐坐 只是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姐姐 徐明威见她一进来就喊自己亲妹妹 显然是已经朝工人们打听过了 自己在这上头倒是懈怠了 毕桃又是个直脑袋的 她吩咐一句她才会做一句 多余的半分都想不到 若是带了婉容来 必定早将其他五个人都打听清楚回来了 人无完人 聪明的嫌太圆滑了 笨的又嫌太方直了 今后要用毕桃 只能自己受累些 遇事多想一些 不能再等着下头人把事情处置好了 那人眉眼灿灿 带了笑意回答道 我闺名叫傅宁慧 家中杭三 亲妹妹同家人一样 喊我安宁就行 这两位是詹师傅的 左詹式亲金 巧了 也是家里杭三 眼角有刻制的是幽兰妹妹 没有的是幽竹妹妹 小明珠珠和圆圆 分不清楚 就直接喊三妹妹吧 反正排行都一样 傅宁慧说完 朝双胞胎挤了几眼睛 一脸的瑕促 左右蓝左右竹 有些迷茫地回望向她 分明还没听明白她话里的疾风 两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做出这样猛感十足的表情 杀伤力加倍 惹得傅宁慧 忍不住一手一个揉了他们的脑袋 徐明威一听她姓傅 心里明白过来 这位便是四大家里的西北傅家的了 傅家是战国起家 后来虽然气武从文 子森世代还是照着祖训习全法兵器 下马穿丝带愁科考重举 上马能枪挑枪无生饮胡以邪 少有不成器的 现在的家主傅宏博 更是官居武军都督府大元帅一支 手里握着能调动十万兵力的半枚虎符 另外半枚则由天顺地保管着 遇到外敌入侵 集齐了两人手里的虎符 才能调遣得动军队 也难怪她会生出这样爽朗的性子 在徐明威的印象中 爱好体育运动的 大概心胸都豁达开朗些 傅宁慧这时 看见了毕桃还没收起的大字 凑头过去一看 赞叹道 七妹妹这一首字 写得又正又直 倒比我的 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呢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古风言情小说 《我为正事》 作者Mark Angle 播讲《陈仙》是风 后期秋秋的秋天 第二十八集 宫中小伙伴 钟 被她这样一说 左幽竹和左幽兰也走过去看 害羞地看徐明威一眼 却没说什么 您姐姐只怕比我要写得更好一些 你在家有练刀枪棍棒的话 手上力气应该不小 徐明威让她看自己手腕上绑着的小沙袋 说道 我还得靠这个 再练得出些力气来呢 三个小姑娘都好奇地抓着她的手看 又将小沙包解下来细细地研究了一番 都觉得有几分神奇 我只见过哥哥们在手脚上绑沙袋练轻功呢 没想到还能用来练字 新妹妹你想的好法子呀 傅宁慧夸奖道 徐明威不敢贪功 解释道 这个不是我想的 是我家中的房师傅说的 众人都觉得好 要回去效仿着学了 徐明威看双胞胎姐妹瘦弱的样子 连忙劝道 开始的时候切莫贪心 做个小小的用着就行了 等以后习惯了 再慢慢加大沙包的分量 左右兰朝她感激地笑笑 心里记下了 傅宁慧这时忽然问道 新妹妹说的房师傅 可是房怀山先生之女房素一 徐明威略有些吃惊说道 宁姐姐听说过她 傅宁慧笑道 此等其女子 怎能不知 左右兰左右竹 两姐妹立刻眼睛发亮地 看向她 一脸等着听故事的表情 我也是从解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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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三个小伙伴都听音了 傅宁慧好奇追问道 什么是帅气? 徐明威指了指她,说道 便是像你这样的,爽直开朗,有胆气去做别人不敢做的 傅宁慧瞪大着眼睛,心想这七妹妹怎么知道自己在家里是如何调皮的 难不成她也暗地里打听过自己不成 左右兰却没耐心了,催促道 那后来呢?房师傅的未婚夫一家怎么样了? 她想那一家子在人前出了这样一场丑,总归是没什么好结局的吧 傅宁慧叹口气,语气里没了之前的欢欣雀跃 男方一家子被人指指点点地笑了半个来月,很快就娶了另一家的女儿 次年啊,就生了一个大胖儿子 徐明威听了,忽然觉得傅家的女儿天生有段子手的技能点呢 您姐姐以后,还是不要做故事吧,说得真叫人伤心 左右兰轻声地说道 徐明威心下也是坦然 难怪房师傅整日脸上一副生人墨镜的冰冷表情 让谁被人欺负到这般田地,心中也欢乐不起来吧 男女不平,大概就是如此了 徐明威说道 傅宁慧和双胞胎都有些诧异地回头看她 把徐明威看得心里毛毛的 怎么了,我说错了什么了 她狐疑道 傅宁慧到底年岁大一些 将双胞胎心中隐隐有却说不出的感觉到了个明白 王师傅的官司寄了,回乡受家人责怪 受族人驱逐,分明没有做错半分,却为世道所不容 南方受人一时嘲笑 但不出一个月,世人就忘记了她也曾是个在公堂上 被府台大人亲口定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敌的人 大把青春正好的人家等着她挑,无人苛责 这便是七妹妹说的,男女之不平吧 徐明威点点头,还是没明白自己说过了哪里 七妹妹可知,这事情在内院说起的时候 大部分官家女子还是有几分瞧不起房师傅的 家中出了事,就应该早些与南方切断关系 省得无端拖累了人家,即便是不满南方退亲 也不该将家宠闹到府衙之上,惹人笑话 在他们眼里啊,南方唯一做错的 大概就是另娶他人娶得太早了些吧 颇有些不念旧人的意思,让人不耻 傅宁慧将自己所听到的姑母间的议论说与她听 把徐明威彻底惊呆了,都已经娶了别人了 念旧有什么用,填不饱肚子也换不来银子 不过费一点功夫在旁人面前 假心假意地缅怀一下被自己退亲的未婚妻 就又成了众人眼中的正人君子了 还要博得众人一声叹息,多好的夫家 还未退了亲的人家守了一年,也是难得了 左右兰和左右竹也是从小受着这样的灌输长大的 所以房师傅这样的离经叛道 在他们眼中还是稀奇大过了别的 听过惊呆过便再无他了 现在听傅宁慧这样一解释 才明白了徐明威的意思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朝她看去 心中却想的是 不愧是房师傅的徒弟 说话都这般害人 平日我也是这样说 却没人赞同 反惹得娘亲一顿怨责 今日有七妹妹总算是寻到了个知心人 七妹妹,日后我们可得多往来 木休日得空的话,也欢迎你来我家玩啊 我家有个稀奇的夕阳钟 走时啊叮当响的 到了半个时辰的整点 还会有小鸟钻出来叫唤呢,可有意思了 傅宁慧扶长笑道 双胞胎姐妹比徐明威先与她结交 见她同徐明威这样亲近 脸上也没显露出嫉妒不平的神色 听话的重点反而放到了那夕阳钟上 好奇地问道 那钟怎么只走半个时辰的 那怎么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呢 徐明威稀奇的是天起这个时候 竟然也通外物了 当下眼中也流露出几分惊奇 倒合了他们说话的这个情境 不显突兀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29集宫中小伙伴 下 傅宁慧这时才想起自己 无意间冷落了左右蓝左右竹两姐妹 连忙补到 西洋人与我们这里不同 半个时辰算一个整点 中面上有刻度的 最短的那根针走完一圈就是过了半天了 等走完两圈就是一整天 嗯 这么说也说不清楚 等木休了 两位妹妹也和七妹妹一起来我们家玩好不好 左右蓝两姐妹眼里顿时放光 可下一瞬两人眼里的光忽然就灭了 徐明威正好奇他们是怎么回事 就听得左右竹带了几分沮丧的叹气道 这事还得问过家里人 同意了才走得成 傅宁慧不以为意点头道 自然是要问过家人才好的 到时候我让家人递个帖子 在家里办个花宴 左夫人应该会同意的 左右蓝和左右竹这才高兴起来 对了 那边的我们是不是也该过去看看 傅宁慧向三人征求意见问道 七妹妹还有个姐姐在那边住着 嬷嬷们怎么不把你们姐妹俩安排在一处 也是奇怪了 她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徐明威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拉起两个双包她的手说道 既然要串门子 就早些过去吧 省个赶上饭点 倒成了存心蹭饭的了 一句话说得三人都笑了起来 各自起身带了自己的丫头 往东店结伴去了 到了东店 整个地方都静悄悄的 不见人影 徐明威看看傅宁慧说道 不会到这个时候还没起吧 不如先去我吴姐姐房里转转 省得吵到了别人 傅宁慧点点头 左右兰姐妹也没异议 徐明威问了工人 问清楚了徐明兰住哪一间 四人便拉着手往徐明兰的住处去了 竟还是一个人都看不见 徐明威心里起了几分不好的预感 徐明兰这人她最清楚 断不可能在第一天俯入宫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 就到处乱逛 必是出了什么事情 她连忙跑到外店 问当职的小宫女 可有看见徐明兰往哪里去了 小宫女回忆了半天 总算想起 似乎看到徐明兰 是跟着杨家大小姐出去的 两人都没带丫头跟着 徐明威着急问道 那你还记不记得 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 小宫女指了指东店的后门 奴婢记得小姐们 好像是从那边出去的 但到底去了哪里 奴婢就不清楚了 徐明威谢过小宫女 又问了杨锦西的住处 来不及跟傅宁慧等人说一声 提着裙子便在回廊中奔跑起来 傅宁慧放心不下她 主妇左右兰左右竹两姐妹 在徐明兰的院子里坐着等她们 自己也拎着裙子追了上去 毕桃力气虽大 腿脚却不比徐明威来得快 等她气转吁吁地追上小主子 徐明威都已经看过杨锦西房里 也一个人都没有 奇了怪了 他们能跑到哪里去呢 这时候傅宁慧带着贴身丫鬟银红 也跑到了 看着一院清冷纳闷道 几个大活人 总不能就这么丢了 徐明威见杨锦西也不在 最坏的打算便是这两人 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头争吵打架 最好的结果 希望是两个人一见如故 十分投缘地携手出去逛花园了 不过最后那个设想 便是徐明威自己都不信的 走 去后门看看 她果断转身道 一行人又急色匆匆地原路返回 有工人路过 还不敢露出异样 这万一要是被刘默默他们知道了 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置他们 左幽兰姐妹看到他们去而又返 好奇地跟上来问道 还没找到人吗 徐明威摇摇头说道 杨锦西房里也没人 但愿他们只是去花园里散步去了 左幽竹天真地说道 是啊 外面那个园子那么漂亮 让我在里头逛上一天都不会觉得累呢 她这样孩子气的话若在刚才 徐明威和傅宁慧肯定要被她给逗笑了 然而这会儿他们都没了说笑的心情 提着裙子便快步往外头找人 往这边走 四足脚印 看大小应该就是吴姐姐他们了 傅宁慧不愧是出声匠门 才出了东店不久就发现了泥地上有新鲜的脚印 拉着徐明威往花团深处探脚进去 徐明威心里一松 有了线索就好 皇宫这么大 要是没有傅宁慧在边上带着 他们就跟无头苍蝇一样 只是到处乱撞而已 有傅宁慧在前头带路 不一会儿大家就穿过了花海 到了望江亭上 脚印到这里就断了 也没出去的印子 奇怪他们这是凭空就消失了吗 傅宁慧已经里里外外地将亭子看了好几遍 完全找不到徐明兰他们四个人 又离开这个亭子的痕迹 徐明威走到亭子的长凳边上向下望 是道陡峭的小山坡 树木长得极为茂密 倒看不清楚下面到底有没有人 她若有所思地仔细观察了一下亭子四周 果然看到了有泥土被带翻出来的痕迹 连忙叫住傅宁慧 宁姐姐 你看 他们应该是掉到下面去了 几人都大吃一惊 这山坡被树木遮着 也不知道到底是有多深 徐明兰他们要是真掉下去的话 能不能活命都是个问题 这可怎么办 宁姐姐 他们会不会已经死了 左幽竹都快被吓哭了 跟着他的小丫头 连忙将他抱进怀里捂住嘴 哄道 姑娘可千万别哭 等会儿引来了嬷嬷们 可要连累姑娘们的 左幽兰也很害怕 这会儿还能鼓着勇气 拉住了妹妹的手 轻声说道 妹妹别怕 用您姐姐她们呢 不怕啊 你乖乖的 不怕 左幽竹这才忍住了眼泪 看了一眼那郁郁葱葱的山坡底下 吓得小脸一白 连忙又扎进了边上丫鬟的怀里 再不敢出来了 徐明威心想 徐明兰她们要是在下面 也肯定是为着刘嬷嬷那一句警告 不敢高声求救的 现在也只有想办法下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法子能救的 毕桃 你回去问人要跟长生子来 就说姑娘们想要做拔河的游戏 徐明威转身朝毕桃吩咐道 一旁的傅宁会听了也说道 让银红跟着一起去 人多了便可信一些 徐明威点点头 毕桃和银红得了吩咐 拉着手便提了裙子去了 不一会儿就给他们带回来一条粗麻绳 只是长度上还差了些 顶多下到十来米的位置 徐明威将绳子绑到毕桃的腰上 另一头在停柱上绕了一圈绑紧了 最后检查无误 对毕桃说道 能下到多少算多少 要是没看见人就赶紧上来 听明白了吗 毕桃点点头摸着树枝下去了 徐明威见着绳子慢慢被绷紧 青丝被掉到了嗓子眼 又不敢高声问毕桃下面情况如何 等了一阵 仍不见下面有反应 她正等的轻骄 傅宁慧拉着她看那麻绳 七妹妹你瞧 绳子刚才还是绷紧的 现在却是松了 你那丫头必是自己解开了绳子 又往下面去找人了 糊涂 徐明威暗骂一声 毕桃自己也不过是个孩子 这冒险下去 万一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 实在不行 还是跟工人们说一声 让人来救吧 顶多到时候被责罚一顿 只要五姐姐她们咬死了 是玩闹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的 刘嬷嬷未必会把他们两个赶回去 杨许两家是死对头 徐明威凭着先入为主的印象 总觉得这两人掉下山坡去 定时之前起了口角什么的 所以一开始 多少有些作贼心虚 不敢声张 这会儿想明白了 左右牵涉在内的两个人 现在有可能都在底下待着 就算叫了人过来救 也能找借口 把事情的起因给瞒过去的 可她现在想明白了都已经太晚 毕桃又私自解了绳子 不听她的命令往山坡下搜 除了等待毕桃上来 也没更好的法子了 动了动了 薇姐姐你看 你快看 绳子动了 左右蓝这时候 忽然激动地小声叫道 徐明威和傅宁慧 连忙往下面一看 果然那麻绳重新被绷得笔直 随着底下人的动作 一颤一颤地抖动着 必定是毕桃他们上来了 傅宁慧安慰徐明威道 卦音刚落 便看见丛丛翠绿当中 钻出一个粉色衣裳的小丫头来 正是毕桃 徐明威随即眼尖地看到 毕桃背上还背了个身穿 酱紫色小耳裙的小姑娘 因她侧着脸 一时也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个 等毕桃快爬到亭子的围栏处 银红等人都过去帮忙 把人给拉上来 徐明威这时才看清楚 竟是杨锦西 你有没有事 可又摔到哪里了 傅宁慧见她腿脚无力的样子 担心她伤到了腿 连忙问道 杨锦西摇摇头 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只是扭伤了 下面还有三个人 倒是没受伤 徐明威这才放下心来 好奇问道 我五姐姐也在下面是吗 你们两个怎么会跑到那下面去的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收听